而同样也是地方建设 收封箱丰山部落聚会所为 华联县第二期综合实施方案当中的 部落聚会所兴建计划执行项目之一 而目前是由箱公所来正在办理工程招标等相关程序 丰山村长陈俊宏就表示 部落居民相当期待这争取多年的设施 若能够发包顺利 期盼在今年的8月如期完工 丰山聚会所在110年5月21日取得建造 符合了计划优先执行条件 经县府争取工程经费 或圆明会110年9月3日 审核核定1708万多元 目前正办理工程招标的程序 将规划在既有篮球场 加盖聚会所一座 并征设男厕女厕及无障碍厕所各一座 我们丰山村的原住民聚会所 也辛苦了四五年了 后来也谢谢各位长官 议员们的帮忙 丰山聚会所 这个聚会所很大的用意 可以让我们丰山丰里丰平的年轻辈的 有一个很好的遮风避雨 晚上也可以去做运动的好场所 住民聚会所的执行阶段 已经来到了七八成了 预计今年如果说标出去了以后 预计今年会在丰年纪以前 会完成这个任务 由于丰山社区已取得建筑执照 花林县政府原民处将优先办理 该项工程的发包作业 聚会所一旦完成 丰山村居民也能够有一处 更完善推广文化所使用的场所基地 记者林杰手风箱采访报道